其实关心中东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以色列呢 是二战后人为制造的一个国家 它的依据呢 就是联合国181号决议 谁推动这个决议啊 美国啊 是吧 然后以色列当时呢 见过的时候才40多万人 这里面大部分 就有差不多一半的人 是美国的犹太集团 花钱给他运过去的 是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是美国 这个构建了这么一个国家 是吧 美国当时构建这个国家的战略目的啊 就是在中东啊 阿拉伯世界打下一个弃子 然后就不让你们团结 这样的话呢 中东只要是临散了不团结 他都得依赖美国 然后他就可以控制中东 而控制了中东呢 他认为就控制了欧亚大陆 因为欧亚大陆呢 东边是吧 当时是日本比较厉害 西边是西欧比较厉害 他们都是工业国家 那么有可能出来挑战美国的 就是这两个工业地带嘛 这两个工业地带都有个缺点啊 缺能源 能源从哪里来 中东 所以把中东控制了 这两头都得挺我 所以 某种人是这样 控制中东 就控制西欧东亚 这个有人形容就是亚林战略 中东是个把守 知道吧 抓到这把手 你都得挺我的 再重你得挺我的 知道吧 所以呢 美国设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首先呢 有犹太利益集团的作用啊 这个还有呢 他自己的战略需要 然后 因为战略上啊 美国需要这个国家 再加上那个犹太利益集团的影响吧 两个东西起来 那么他们关系就很特别 一个具体表现就是 美国援助很大 大头是军事 军事当中请注意啊 绝大部分 是给了以色列 土耳其 埃及 三个国家 知道吧 其中永远是以色列排第一 中东没了以后呢 那个 有一段时间美国有点犹豫 是不是要撤出中东啊 到后来他还是没有撤出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大道理 美国永远不许啊 欧亚大陆啊 团结 永远不许欧亚大陆 这两端 就两个制造业基地挑战他 知道吧 那个他只要不放弃中东 他就 就得依赖以色列 那么近年来有个新情况 就是说 以色列的这个 内塔尼亚湖 特别善于玩弄美国内政 另外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说 现在美国经济虚拟化 金融集团越来越重要 也就是意味着以色列 游说集团越来越重要 他国内犹太人地位上升 以色列这边呢 有一个人呢 熟悉美国 他在美国留过学嘛 对美国很熟悉 善于操弄美国 于是导致现在我们看了一个结果 以色列越来越任性 这个 开始反过来绑架美国 是吧 然后于是在 最近呢 这一系列动作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面对 以色列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选择的 他做什么 你就得跟着 做错了 也得去给他擦屁股 对吧 特别是拜登 已经马上要卸任了嘛 所以就没什么影响 虽然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讲 哇 他们俩在电话上吵架 声音很大 那也没用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呢 目前看问题不大 虽然有裂痕 他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他长期看应该是对美国是有损伤的 那因为以色列越来越肆无忌惮嘛 是吧 做事没底线嘛 那是损害美国道德形象的 这个 而且那个战争长期化 那么对以色列 对美国经济还都是拖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是历史悠久 实力雄厚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能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平台 将其培养成为专业人才 通过参与人大国关 开设的在职课程班 您可以与学者 共同探讨国际议题 课程班呢 还是与优秀校友 建立联系的桥梁 为您提供建立人脉关系的良好契机 在学习结束后呢 将为您颁发节约证书 只要满足相应条件 还可以申请硕士学位 目前春季和秋季班都在招生 春季是六月开学 秋季班是十一月开学 名额有限 感兴趣的同学 请看指顶的留言信息 联系宋老师 最后欢迎大家 报名人大国关在职课程班 希望帮助您 在职业生涯当中取得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